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公开征集评选 近日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新飞行器名称已经确定 新一代载人飞船命名为孟州 月面着陆器命名为缆月 2023年8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面向社会公众 开展了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新飞行器名称征集活动 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和热情参与 共收到来自航天科技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组织机构 与社会各界人士的近2000份投稿 经专家领选评审 将新一代载人飞船命名为孟州 将月面着陆器命名为缆月 应该说孟州和缆月这两个新飞行器的名称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时代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孟州飞船揽月着陆器将和长征10号运载火箭一起 接续承载中国人探索浩瀚宇宙 可上九天揽月的航天梦想 孟州寓意载人月球探测承载中国人的航天梦 开启探索太空的新征程 也体现了与神州 天州飞船家族的体系传承 新一代载人飞船包括登月版和后续 执行空间站任务的禁地版两个型号 其中登月飞船名称为孟州月 揽月举自毛主席诗词 可上九天揽月 彰显中国人探索宇宙 登陆月球的豪迈与自信 目前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 已经启动实施了 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 并且要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开展月球科学考察及相关技术试验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来了解一下 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 新飞行器 孟州飞船和揽月逐鹿器 孟州飞船是在神州飞船基础上 全面升级研制的新型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 采用模块化设计 由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 主要用于我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 兼顾禁地空间站运营 具有高安全 高可靠 多任务支持 可重复使用的特点 登月任务 可搭载三名航天员往返地面与还月轨道 禁地轨道飞行任务 可搭载七名航天员往返地面与空间站 揽月逐鹿器 是我国全新研制的地外天体载人下降与上升飞行器 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 主要用于还月轨道和月球表面间的航天员运输 可搭载两名航天员往返 并可携带月球车和科学载荷 具有高安全 高可靠 落月精度高 适应月面环境能力强等特点 是航天员登陆月球后的月面生活中心 能源中心及数据中心 支持开展月面铸流和月面活动 按照计划 我国将在2030年前 实现载人登陆月球开展科学探索 目前孟州飞船 揽月逐鹿器 以及长征10号运载火箭 已经全面进入到了出样研制阶段 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公布的载人登月初步方案 在未来的载人登月任务当中 将采用两枚长征10号运载火箭 先后将揽月逐鹿器 孟州飞船送至地月转移轨道 两个飞行器在环越轨道进行交互递接 航天员进入着陆器 并由着陆器将航天员送上月面 航天员在月面按计划开展科学考察和样品采集 完成既定任务后 航天员乘坐揽月找路器上升到缓越轨道 两个飞行器再次交互递接 航天员将月球样品转移到飞船 飞船由月地转移轨道返回地球 既启明介绍载人月球探测工程实施按照方案研制 出样和正样研制 无人飞行试验载人月球飞行任务分部展开 我国已于2023年底完成了关键技术公关和方案研制工作 目前各项研制建设工作正在加紧推进 目前 长征10号运载火箭 孟州载人飞船 揽月着陆器和登月符等主要飞行器 已完成方案阶段的各项研制工作 全面进入粗样研制阶段 粗样产品的研制生产和地面实验正在有序展开 航天员 测控通信 发射场 着陆场等系统已完成总体技术方案 科学研究与应用系统和渔面活动支持系统 正在抓紧开展渔面科学载荷和载人月球车等方案研制工作 文昌发射场新建的各项测试发射设施设备也将全面启动建设 总体看 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各项研制建设工作进展顺利 目前 新一代载人飞船孟州已经全面进入到了出样研制阶段 后续还将会进行哪些验证工作呢 我们再来听一听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领域研制人员马小冰的解读 据介绍 新一代载人飞船孟州采用模块化设计 由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 可以同时满足我国禁地空间站运营 载人月球探测等任务的需求 相比神州飞船的三舱结构 新代载人飞船大的外形来看我们采用了两舱结构 一个服务舱和一个返回舱 整个结构尺寸就是直径的比原来的更大 相对于有效的容积 在单舱状态的有效容积应该更多一些 这样能支持长时间的飞行 我们在登月任务的时候还是三年 在禁闭任务的时候可以提高到最多可以存在七人 2020年5月5号 长征5号B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将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送入太空 在三天的飞行试验中 试验船进行了多项关键技术验证 科研人员获得了大量试验数据 5月8号 试验船从远地点高度超过8000公里 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载入返回 以此验证新一代载人飞船返回方案 验证了整个的返回舱气动外形 包括一些重复使用的设计 还有穷散回收等关键技术 那么针对月球任务呢 实际上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 就是把相应的全面性的体系性的东西 包括逃逸系统啊 这些都要做全面性的系统升级 上次也是没有载人的 载人支持的环境生命保障系统 这些都要增加上去 保证可以实现去月球 针对深空载人飞行时间长 飞行距离远的特点 研制人员重点加强了 对航天员安全保障方案的设计 相对于近地飞船离地球而比较近 那我们天上发生应急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四小时内应急返回地面 但如果去了月球的话 我们的天地往返时间 至少在两天以上 那这就要求我们飞船自身 具有一定的荣誉系统 足够的荣誉系统来保证 自己能维持这么长时间 对航天的审美保障 即使发生紧急故障的时候 也要依靠自身来进行返回 专家介绍 目前火箭飞船和月面着陆器系统 按照航天管理的程序 都已经转入出样研制阶段 这一阶段将对方案进一步全面细化设计 工程产品的研制生产出来以后 也还要进行地面大量的测试和验证实验 确保整个的设计 在地面可以保证它验证到可实现 目前我们正在按照2030年的 赞人登月的目标 全系统正在紧密地推进各项工作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